很多地方离奇步入历史之后都被蒙上一层神秘感 好奇的人们都会想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随着研究团队的发现与媒体的报道 世界上越来越多被荒废的地方备受瞩目 今天我见小事为你带来被时间冻结的神秘地点 在比利时南方有一个叫沙地龙的小镇 那里布满着一片浓浓厚厚枝繁叶茂的森林 在森林的深处整齐排列着几百辆被废弃的汽车 每一辆汽车的车龄都大约有70岁 看上去就像一幕被冻结了70年的堵车情境 在当地有传闻这些汽车是在二战时期后被美国大军遗弃的 当时他们完成任务要回美国 因为昂贵的运输费不能把汽车一同带回去 因此他们决定把汽车藏在这密林之中 希望日后再设法把汽车送回美国 但是经过考察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些汽车很多都生产于二战之后 因此美军遗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依照一名美国籍记者罗南格隆的报导 在2015年他到比利时做实地考察的时候 经过与当地的历史学家 政府官员及一些热心人士交谈 发现这些汽车是属于一间买卖及维修美国汽车的商家 商家的儿子表示 那时候美国汽车的零件都很难找得到 有时候找不到对的零件 整辆汽车就报废了 但自己的维修厂又没有多余的空地 于是就偷偷地把汽车放置在森林里 可惜这一惊人的堵车情景 如今已不复存在 当地政府因为要维护森林与大自然 决定把汽车移走 在日本富山县的一个小村庄 大泽野亭 坐落着一个被世人遗忘的公园 被称为与时相相遇的村庄 这公园属于一名日本富豪的 名为古川木南 他是一家医疗公司的董事长 在1989年一共花了大约6000万美元 聘请了一名中国雕刻家 来为自己雕出大约800尊非常细致的石像 当中有一尊特别高大的雕像 就是古川自己 俯瞰这整个公园 其余大部分的石像是根据他一生中 所认识的人雕刻出来的 一些则是佛教的神灵与文物 他想要借着这个方法 让自己能够与在乎的人共存永生 永远都在一起 古川其实原本一心一意 只想自己的公园 可以成为人们放松心生的休闲场所 布料最后却成为如此诡异的公园 曾经到访的游客都表示 在公园里时时刻刻都感觉被石像盯着 身后一直会有某些东西在走动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毛骨悚然 威灵顿发电站坐落在英格兰德比郡 建造于1957年至1962年之间 威灵顿发电站看上去非常震撼 占地面积大约286英亩 建有5桶高达90英米的发电塔 发电站靠燃烧煤炭生产能量 每天会释放很多温室气体及有害物质 也会堆积至少400吨的废弃煤灰 随着全世界都在响应环保及再生能源 这使用煤炭生产能量的方法已不再受欢迎 在1999年开始 威灵顿发电站就已经停止了运作 根据英国德比郡媒体在2019年做出的报道总结显示 这20年来当地政府都没有决定要如何处置这发电站 部分英国居民扬言不介意把发电站重启操作 与其任何荒废不如继续为国家贡献一点点能源 在意大利城市纳布勒斯 有一座极为庞大的地下隧道被称为波旁地堡 这隧道由19世纪的两cc里 国王费地南的二世在1853年建立的 可以通往皇宫与军营 是当时皇室的避难所及逃生通道 可惜在隧道还没有真正竣工 费地南国王就在1859年驾崩了 这个隧道随后就一直荒废到二战时期 士兵们把这里当作军用医院及防空洞 宽敞的空间可以足足容纳多达一万名纳布勒斯人 在二战结束以后 隧道就变成了占地废墟及垃圾场 许多坏了的汽车、摩托车、玩具、家电 都被遗弃在这里 意外形成了一个难得可见的情景 在2005年隧道被开发成一个旅游景点 因为他们保留了当时二战时期 人们生活过的痕迹与点点滴滴 每年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探索这历史事迹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西南部 有一个小村庄名为伯迪 它曾经是一个兴盛的黄金小镇 如今却变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鬼城 在1859年有一位名为伯迪的挖矿者 与几位矿工朋友 一同来到这片土地开采黄金谋生 可惜伯迪不幸在1860年被暴风雪夺走了生命 为了纪念它 村民们就以它的名字为这个小村庄命名 伯迪随着黄金开始茁壮发展 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在1877年至1880年之间更达到了巅峰 由最初的20名挖矿者飙升至1万人 是伯迪最繁荣的时刻 可惜花五百日红 在短短几年后黄金都被挖空了 矿工也开始付不起昂贵的机械修理费 随后慢慢离开了伯迪 这个地方就这样变成了鬼城 1942年最后的矿厂及邮政局也都停止运作 剩下一百一十个文明建筑物 屹立不倒在荒漠之中 鬼城在196年被列为伯迪州立历史公园 保留着当时的罐头食品 床垫及生活用品等等 看上去感觉那些人好像是昨天才离开的 根据当地的传闻 鬼城里的物品都是被诅咒的 如果从里面拿走任何异样物品都会招来噩耗 在今天的午后分享里 我们认为这些荒芜人烟的地方 有机会也可以成为电影场景 同时在竞争变成旅游景点 让这些废墟不再荒废 重新拥有更好的价值 你对于这些废墟有着怎样的期待呢 记得在以下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还不错 你给点个喜欢订阅及开启小铃铛 下次为你带来更精彩的微镜小事 拜拜 记得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